这一项内部就是看关键时报 今天中国在最近一个内部文件 特别提到要11个部门 干嘛呢 虫口夺粮保丰收 对中国来讲 他们现在担心蝗虫会过境吗 现在这个蝗虫进到中国 会影响到中国的粮食生产吗 现在除了抗疫跟保经济之外 现在保粮已经变成 中国的一个首要工作了吗 那我们看到了美国 美国川普最近针对了国防安全法 要求一个动作 他不是要去抢口罩 也不是抢呼吸器 他干嘛 他要保他的猪肉身材 所以就看到了 中美两个大国 在这场新冠疫情的风波下 先是抢口罩 抢呼吸器 接下来大家保的是 我们的经济 谁能够成长 接下来一个粮食战争 已经隐隐然开打了吗 好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平台 大方首一道 看看大学副校长马欣欣 大家好 好 电视梅道 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财政人家 黄文聪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深的隐居者 念长玉 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 资深媒体人 王瑞德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资深媒体人 姚慧珍 大家好 好 四号 今天川普签署了 国防安全法 国防安全法 像枪炮戴药嘛 之前口罩了 呼吸器也非常重要 可是妙的时候 口罩呼吸器 我用国防安全法 可是没有生产出来 我的枪炮戴药 到现在还用不到 结果 他这个重点在哪里 重点竟然在猪肉 那我们在此线来看 中美两大国最近的互动 妙的是 中国最近拼拼 买美国的大豆 买美国的玉米 买美国的粮食 买美国的肉品 结果 现在美国也缺粮了 而且现在中美双方 进入一个 抢人 抢钱 跟抢粮的状态 抢人是抢什么 各自要拉帮结派 把对方定罪 抢钱是什么 各自要让对方付钱 但是什么叫做抢粮 抢粮才是最危险的 双方都要保住 他们自己的粮食的安全 粮食安全 变重点了 为什么这样说 刚才宝洁提到 中国大陆的这个发改委 新闻11个部门说 要赶快 今年要做好所谓 从口夺粮的工作 从口夺粮 也就是说 接下来如果没有赶快 做这些防范措施的话 今年中国夏天以后 可能会有粮食荒问题 会出现 那除了中国这样 这么紧张之外 美国川普最近签了一个 国防安全法 国防安全法的话 那照理说 你要生产这个枪炮弹药 要不然就是生产口罩呼吸器 现在很需要的 不是 他就说要确保 美国的肉品的安全 他要让美国的肉品公司 能够完全动工 不要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现在美国肉出问题了吗 当然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 现在中美两国双方都很紧张 各自的食物会出问题 那为什么美国肉会出问题呢 保洁你知道 美国有几大食品公司 包括说像 史密斯菲尔德 还有泰森公司 还有JBS公司 这三家公司 大概占美国肉品的 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就保洁这三家公司 最近都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那会怎样 他们目前的这个工厂 几乎这个猪肉市场 最有剩下三分之一的工厂 还在营运 那牛肉 还有这个所谓的鸡肉 全部都关闭了 因为他们受到 新冠肺炎的影响 你说 现在我生产的猪肉 生产的牛肉 生产的鸡 没人宰杀了 也就是说 因为没办法宰杀 所以你知道出现什么局面吗 这个在这个 他们美国的农场里面 很多小猪生出来 就必须要铺杀 为什么 因为没办法养 没办法顺过去 所以他们现在美国 已经铺杀了一百万只猪 你说这些小猪 对就铺杀 没有办法咬 没办法铺杀 一定要铺杀 不只铺杀这个猪 牛也被铺杀 那连鸡也被铺杀 大量的动物都被铺杀 因为下游的所有加工厂 全部都停摆 那为什么会停摆 因为他们这些人 都染了新冠肺炎 那为什么会染新冠肺炎 宝洁 他们一开始 其实这些公司 都要确保美国的粮食安全 所以当初这些公司都说 鼓励员工来上班 新冠肺炎开始的时候 来来来 你来来 赶快来继续上班 我要保持我的肉品生产 那甚至 宝洁你知道吗 他们还给你加班费 你来的时候 给你五百块美金 所以他们当初都去了 那去了之后 公司就给你这样 很简单的防护 一个这个安全帽 然后罩子这样 就这样一个状况 结果没想到 所以他们现在上游有很多猪鸭牛 这些都有 但是他们没办法加工 没办法做后置 没办法后置 也没办法送到终端去 所以因为终端这个 这个加工出了问题之后 所以现在川普办这个命令 拜托你们不要停工 你们我们现在 是勒令你们要强制作业 不然我 可是我都一千八百个选择 我还再次 我再复工不是更惨吗 而且国防安全 就是叫你 我叫你做 你就一定要做 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要给我做 所以他们现在要赶快 再去找其他员工来 因为不这样的话 宝姐 我跟你讲 过大概几个礼拜之后 美国真的会出现凉荒 猪肉 牛肉 鸡肉 真的会完全不见 等一下 现在在美国 它的猪肉问题 牛肉问题 鸡肉问题 到底有多严重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目前美国的这个报价 这个比较深的这条设施 这个牛肉 那比较浅的这条设施 是猪肉 宝姐 你知道 过去牛肉比猪肉 那是一定的 可是你看最近这段时间 猪肉 猪肉你看它飙涨 从这个220 一路飙涨到290 你看 所以猪肉现在美国 现在猪肉飙涨 对 美国你看 猪男今年的话 已经涨了137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今年以来的话 猪肉涨幅比 这个牛肉还要更多 你说做培根的猪男 现在已经涨了137%了 也就是说因为猪不够 猪不够的话 你看整个价格 大涨了一个状况 所以导致现在美国的 要确保猪肉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全球的猪肉的这个产量 你看全球猪肉产量 是节节往下滑 你看今年的话 比去年下滑这么多 你需求量很大 但是下滑这么多 那为什么下滑这么多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受到什么 非洲猪的影响 尤其中国大陆减少的最多 你看中国大陆 这下面这一块是中国大陆 你看中国大陆的生产量 这样急剧的往下坠 全球也是往下坠 所以现在其实全球最缺猪的 不是在美国 是在中国大陆 全球都全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赶快 要这个两口 要赶快保猪 从口夺凉 为什么 因为他们接下来真的 猪肉问题 如果出了问题来说的话 然后结果你看 还有这些所谓的粮食 都出问题的话 中国大陆问题会非常非常严重 中美两大国 现在都面临猪肉问题 而且更夸张的是 美国又轻呼了 美国一开始没有注意到 被中国在全世界 把口罩收刮光了 在全世界把这个呼吸器 收刮光了 现在原来中国又偷偷的 把很多粮食给收购了 我们必须讲 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 所有布局里面 都是超前部署 他们现在发布了一个什么 我记得我们当初在讲 这个中国大会凉框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怎么可能 这是中国大陆 他们官方的文件 他们的文件 这是由发改委 发给11个单位 包括他们农民的 农民部单位 还有粮食的相关单位 他就说什么 要求要 从口夺粮 保丰收 那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 因为主要就是 刚才我们提到 蝗虫不是来到亚洲 听说如果这个 没有处理的话 他们在今年夏天的时候 可能会从这个 云南啊 西藏啊 各方面 还有新疆方面 三面会夹挤 进来会进入中国大陆 进入中国大陆的话 中国大陆的粮仓 大部分所在为止 都会被这些蝗虫 过进之后就完蛋了 所以他现在就说什么 赶快 今年要赶快 能买就买 能够在外面 夺就赶快就夺 所以你要赶快 给我夺取所有的粮食 确保今年 一定要能够丰收啊 所以说这个字的关键在 夺粮 两个字 没错 夺粮里面的 夺这个字 对 所以他们在外面 现在买了多少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 中国大陆先布局吗 他们现在狂买什么 美国的牛肉 买美国的大豆 买了非常多 他们现在说法是说 我们为了要充实 我们的国家储备 我们国家储备不够多 但是其实你要看着 刚才那个 那个所谓 从口多量 你就知道说 中国大陆现在因应的是什么 因应的是可能在下半年 出现了粮食危机啊 我要赶快先把我的 所有的储存量 就完全给它补足啊 那么我为什么觉得 对中国大陆来说 压力相当大 保洁我们知道 今年中国大陆可能 最据说啦 最高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亿到两亿人失业 那一亿到两亿人失业的时候 保洁这是什么 这是中国大陆居民的CPI 也就是说他们的物价 还是在往上窜 但目前的这个最新的物价 大概是4.2左右 保洁我们台湾才1.2啊 我们台湾1.2 1.3 就被骂翻天 2以上就被骂翻天 食物涨价 2就是已经通 已经通 对 涨翻天就被骂翻天 可是保洁我跟你讲 因为新冠肺炎的影响 这个中国的租价 还有中国的食物价格 完全在往上飙升 你试想 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样子 万一下半年 真的那些蝗虫进来了 然后东西又没有买够 完全没有足够的粮食的话 那吃个粮食 这个CPI是不是在往上窜 往上窜的时候 搭配上我们今年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失业人潮这么多的时候 那会对中国大陆的正情 产生多大冲击 所以才说 这个所谓的粮 这个从口夺粮这件事情 他们已经布局相当好 一定要打赢这场仗 没有打赢的话 对中国大陆影响实在太大了